前两天我就遇到一个粉 就是加我微信的一个粉丝 对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 就是他开始聊天 就还聊得挺正常的 开始聊天就还聊得挺正常的 就是大家就是 因为新粉就想着说 看能不能引流到 引流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 是客客气气的 然后我捋一下 当时的聊的顺序是怎样的 就是当时就是一心为了想引流 想引流 就是看能不能就是引到直播间来 然后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就是聊聊聊聊着聊着 然后就聊着 就聊着说他是怎么看到我的 他说我是因为看到你的视频 然后看到你的视频 然后粉上你的 然后我心里想着 我可能是看到我小鹰小手 或者是破绽的视频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你穿半腿丝袜 然后我就在想 可能也许我什么时候半腿丝袜过的视频 对 然后我说谢谢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然后又聊聊聊聊 就聊到说什么 又聊到说什么 他说 他说 他说真的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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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被男的 那个后面 痛不痛啊 他说 痛不痛啊 他还没试过 他说我怎么知道 然后我说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呀 对我不知道呀 然后他说 他说 啊 他说不会啊 他说 他说不会啊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 他说 他说我看你视频的时候 你挺享受的呀 他说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痛不痛 我还 他还没试过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说 你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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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说的是 看我的视频 是这个视频吗 我说 怎么鬼 我说 我怎么可能 会有这样的视频 然后我说 你认错人了吧 哥哥 你认错人了吧 他说 我没有 绝对没认错人 绝对是你 绝对是你 我说 不可能 我说 我说我不可能 我说你绝对认错人了 他说 他说我不信 我给你找视频 我给你找视频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等着他 我就等着他给我找视频 然后就我找了找了找 等等等等 很久等很久 他说视频找不到了 他说视频 他说视频找不到了 我说大哥 我说大哥 你肯定认错人了 我说我是一个正经的主播 他说我知道你是主播呀 他说 我说我知道你是主播呀 哦 然后 然后我 我 他说 他说他知道我是主播 然后我就 灵机一动 我就知道了 他肯定看的不是我 我就知道了 他 我觉得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说兄弟 你很有可能是看的是另外一个已经下海的主播的视频 我说那肯定不是我 他说 他说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还以为是你 啊好尴尬呀 好尴尬呀 好尴尬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为是你 我以为是你 我说 我说 没关系 我说 我说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我说一点事都没有 没关系 我说我在外面被人认错的已经很 已经很习惯了 已经在外面已经被人认错 我已经很习惯了 不是昨天啊 关键是 当时真的把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吧 当时真的把我吓了一跳 他还特别认真的说 他说 我就说 我就说 我说 我说那不是我 我说那不是我 他还特别关心我说 他说 天哪 你 你 男孩子在外面 就意思就是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他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被别人偷拍了 他说 你是不是你跟别人 那个 什么的时候被男的偷拍了 我这一下子 我就是更 更 更 更白口莫变了 我说我压根 我从来没有过 好吗 老娘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 经验 好吗 怎么可能会是我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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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他才说 他说 我说 我后面 我后面我说了一句 我说我是正经的主播 然后他说一句 他说我知道你是主播 然后我才知道 可能他就是 确实是认错了 然后我就什么 什么看过没发你看 你说我 我我看过什么没发你看呢 什么呀 天 难道难不成你们还真的坐等酒姐的那种视频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啊 你想多了 事实证明是真的他认错人了 事实证明真的是认错人了 咱们 我做了 诶